其實沒有什麼起司味耶 這是合理的嗎? 烤肉的味道實在是太重了 起司的味道是出不來的 奇怪 我卻整了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沒想到這麼快就有新品可以開箱了 終於沒有這個上片的壓力了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是漢堡王在今天11月1號 所推出的一系列商品 白靴乳酪重磅漢堡 那白靴乳酪呢 顧名思義 絕對是在漢堡上撒了 滿滿的乳酪還有起司 像白雪一樣覆蓋了整個漢堡 那它其實呢是用三種起司去調製而成的 實在是有點難念 所以我這邊拿手機起來念 美式貝果專用的 Cream Cheese帕瑪森乳酪 適合提升肉香的美式黃起司 然後還有最後呢就是我們平常在吃必勝客啊 之類的披薩呢 一定會必備的 Mozzarella起司 用這三種起司呢 突滿整個漢堡 所以呢這次的單價也稍微比較高一點啦 像我們這次主要要開箱的 雙層重磅牛肉堡呢 單點就要199元 真的是有一點貴啊 希望它不要讓我們失望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吧 登登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餐點 首先呢先看到這個雙牛堡超級大顆 不愧是一個要價199元的漢堡 跟我的臉應該一樣大了吧 欸我的臉應該沒有很大吧 絕對吃得飽 我相信這個一個套餐呢 男生應該也是吃得飽的 女生可能會吃不完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它囉 登登登 非常的大顆 光看外觀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肉片 到底有多大片 它的肉沒有偷工減料 基本上呢 你麵皮蓋得到的地方呢 它的肉就這麼大塊 不過呢 它的肉不算是很厚的那一種 那我們現在打開看一下它的漢堡 起司到底多不多 畢竟可是號稱有三種起司的呢 哦 哦 我們現在打開第一層呢 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生菜 還有兩片番茄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厚的起司層 這個厚度應該有個0.3公分厚的起司 哇塞 這個吃下去真的不會都只有起司的味道嗎 這個肉跟肉中間的起司 直接已經是黏著住了 超像是什麼黏著劑 直接把兩塊肉給黏在一起 還要很用力的搬 才可以把它搬開 哇 這個起司 感覺這個漢堡 應該是不會差了啦 好 那我們後頭都說 直接來吃吃看囉 真的有夠大隔 第一口吃下去 只是我只有吃到牛肉跟麵包的味道 其實沒有什麼起司味耶 這是合理的嗎 再吃一口看看 看看是不是越往中間那個起司的味道會越來越明顯 奇怪 我確診了嗎 因為我已經吃到第二口了 明顯有起司的部分 但是因為它的牛肉 烤肉的味道實在是太重了 起司的味道是出不來的 不過它會有起司的口感 所以呢它可以讓我們在吃這個漢堡的時候啊 多了一點濕潤度 畢竟是烤牛排嘛 但是加上乳酪之後呢 吃下去是有明顯感覺到說 你在咀嚼的同時呢 是會多一層這個去包覆牛肉的口感 只不過就是沒有起司的味道 真是奇怪 不行不行 我們再多吃幾口看看 看看是不是我誤會它了 各位 我們現在吃到了這個漢堡幾乎是正中間的部分 也就是起司理論上應該要是最多的一個區域 吃下去之後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會帶有一點點乳酪的鹹鹹 然後又帶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 你咬下去再咀嚼到 痾三四口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一點點這個微酸 然後鹹鹹的味道出來 那你的口感上好像多了一個層次 不再只是只有烤牛肉的味道了 但還是讓我蠻納悶的 三種起司這麼多 怎麼會沒有明顯的起司味呢 再吃一口 喔唷 我現在吃的這個最後一口呢 就有明顯感覺到起司 起司所帶來的那個香味 只不過就只有一口 幾乎全部呢 都只有烤牛肉的味道 我直接偷用一點它的起司醬來吃吃看 是不是真的確診了 我現在是直接用手 單單的拿出一點點的起司醬來吃 都沒有一般我們所見到起司的香味 吃下去的感覺呢 就是一坨滑溜溜的東西 真奇怪 那我們看看第二層好了 試試看 第二層的起司 稍微比較有起司的香氣出來了 那我覺得因為本身烤牛肉的這個牛排 已經有非常重的烤肉香了 所以這樣子 份量的起司呢 不足以讓整個漢堡有滿滿的起司香 還有包覆起來的感覺 整體來說 好像沒有讓我這麼的驚豔和喜歡 好 那我們今天漢堡王新品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實在是沒有讓我覺得說 欸 哇 這個漢堡很值得 然後CP值很高的那種感覺 我們在前陣子呢 就已經有開箱過 漢堡王的這個重磅烤牛堡了 那其實這一次的這個漢堡啊 跟上次吃起來幾乎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包括在大小啊 還有口感啊 口味上面啊 基本上都差不多 本來以為說 欸 加了一個起司 而且還是三種起司 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但實際上吃下來之後 起司的味道真的是 就是不夠突出 95%都還是烤牛的這個味道 那像生菜的部分呢 比如說番茄 它也只是在 喔 我咬到它的那一刻 在尾韻的部分呢 會多了一點番茄酸酸的味道 稍微有點可惜啦 就是 畢竟它一個漢堡呢 要199元 大概在吃到第五、六口的時候 就已經會有一點點的膩了 因為它也真的很大格 所以我覺得口味上面呢 不是那麼符合 我原本所期待的那個樣子啦 以10分來說的話呢 7.8分 本來8分大概都是我一個標準 就說中規中矩 不難吃 但也沒有到特別驚豔的分數 只不過又因為它的價格 單價實在是偏高 一顆就快要200塊 所以呢 又把它扣了0.2分 大概就是7.8分 好啦 那這次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那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它單點是199元嘛 那加套餐之後呢 是239元 純論加套餐來說 加40塊其實是真的蠻便宜的 只不過因為它單價高 所以加上去239元 也算是可以吃一個 還不錯的 小火鍋了吧 所以呢 就讓大家自己去做決定囉 小火鍋 跟她的想法 在砂糖上 在砂糖上 大陸道